在那裡 然後他昨天停在這個招牌上 他現在站在那邊 那個樹枝上 你女兒勒 你女兒沒有掉下去吼 那一隻那一隻那一隻 嗨 就是他 你好嗎 你女兒勒 你記不記得我 你記不記得我 看一下附近 他沒有掉在地上就好了 他昨天多奇怪 你可以看到這個招牌離人多近 就停在那邊那個招牌上 你吃什麼 你要不要來我家吃東西 他真的聽得懂 這一對 我們來看看這一對父親 還好嗎 記不記得我 他們記得我 他們記得我 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 他們在跟我講話 應該不會又掉下去 糟糕怎麼救 完了 OK在我手上了 來了來了來了 在我手上在我手上 在我手上 他們吃什麼 他吃什麼 來來跟我回家好不好 哇 只能把他帶回家了 糟糕他又掉下去了 我帶回家 我帶回家 來來來跟我回家 來來跟我回家 哇 糟糕 糟糕 他又掉下去 我餵你好不好 我餵你好不好 來來來 跟我來 跟我來 今天回來不安心 又掉下去 我往那邊走 我家在那邊 你們來 你們來 我家在那 哇 好吧 那我餵你啦 沒事 你又掉下來了 那我怎麼辦 我來餵你吃東西 沒事 還好你還在這 很簡單的錄一下 關於如果撿到野生鳥堡的話 要如何處理 如果他會飛 只是墜落 青鳥在附近的話 放到樹枝上就好了 那如果他一直墜落 飛不高的話 暫時 可能是掉 最好最好的方式 是放回草裡 放回草裡 我剛聯絡那個 野生的動保協會 這個觀念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 我真的是 就是福大命大 因為三天前 他就被我鄰居 14號的那個 一位陳小姐 有撿到 然後就試圖放回去 他又掉在那個 沒有想到 他又掉在那個什麼 輪胎下 被我撿到了 我第一天放回去了 好然後第二天 第二天又在那個樹 又在那個輪胎下 然後我們家附近 因為有貓 而且又是傍晚了 所以我 我才又帶回來撿了一天 好 再來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觀念 撿到鳥的時候 千萬不要立刻餵食 因為如果誤判食物 有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他們嚴重的一些 衰竭或是便秘或是什麼 好 OK 哈囉 好太棒了 它會飛得比較高了 好 太棒了太棒了 然後呢 我有買這個餵食器 還有一個叫和美劍的這個東西 要先知道這個鳥主要真的要吃什麼 因為鳥很多鳥它不是什麼都可以吃 補充它需要的東西 然後很多鳥堡它是需要餵食 然後不能不能吹冷氣的 再來很重要很重要一個觀念 這個真的是太重要 要知道說如果有時間的話 要看到盡量如果是這種狀況 好等到青鳥回來 看青鳥牠們的互動 確定沒有氣養 還是要讓青鳥教牠野外求生的本領 一定要讓牠教 所以我這兩天一直都在想辦法 就是找到牠們的青鳥 然後看牠們的互動 因為牠還是不會飛 一直掉下來 那真的存活率太低了 所以我每天啊 傍晚怎麼樣 我就把牠帶回來帶回來 那 千萬千萬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大家如果撿到鳥 一定要拜託一定要知道 不要看牠可愛 看牠小就帶回來 想說撕心自己養 因為絕大部分真的 絕大部分如果沒有超好照顧 因為這每個兩個小時就要餵一次 每次大概小小的這樣涼管 然後不能吹冷氣什麼 很重要的一點 這跟親子關係什麼都一樣 因為鳥是鳥 人類是人類 我們是不同的物種 我們的生活習性 生活形態就完全不一樣 不要因為牠可愛就想說留著 等到牠長大或是當每天在餵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覺得說 好 再麻煩一天不管要死掉的話 這是一個生命 這是一個生命 請尊重所有的生命 好 因為 很多人之前養 包含我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我撿到一個小動物 我不知道怎麼照顧 然後真的像那個小動物 我不知道說 哦 原來那個水杯 牠會掉進去會淹死 所以當我們馬桶蓋什麼 你都要把它蓋起來 然後那個鍋子在炒菜什麼 真的要注意 那真的因為 剛剛在講的 每一個物種 甚至人與人之間 有時候是習性 它的觅食能力 或什麼是跟我們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需要尊重牠 最好還是給青鳥 青鳥帶 回去看青鳥的互動 互動OK的話 盡量在那邊觀察一陣子 然後讓牠 讓牠去自己求生跟學習 這是特殊狀況 特殊狀況 怎麼樣特殊狀況 因為牠飛不起來 好 牠現在稍微飛高一點點 我比較安心 牠本來已經從這麼低 可以飛到 多了這麼高 我覺得有進步了 等到這幾天照顧完之後 好 我會回去 拿回去給14號的那位陳小姐 那個真的也是好心人 牠掉在民生社區 真的運氣很好 那 回去給那個陳小姐照顧 最好的還是慢慢的 引那個青鳥 引青鳥到 看得到牠的地方 因為牠們其實會認得 如果沒有棄養的狀況 沒有棄養的狀況 還是給青鳥 擔心的是有一些生物 有一些生命 牠們如果聞到的人類手的味道 牠可能就棄養了 棄養之後 牠這麼小 牠根本不知道跟誰學 牠會死掉 這個其實 跟很多親子關係 跟很多這種 都 牠現在這樣看著我 昨天呢 我試圖去找他的潮 然後讓父母親教他 學飛啊 學吃東西 父母親 父母親還好還認得他 然後後來 父母親有回來 有來到我家 那這樣很好 不要說他們至少知道我的住所在哪裡 壞消息是 牠還是不太會飛 那飛的高度 可能就只有這樣 氣概高 而且牠看我 一副非常安心的樣子 看到我嘴巴就張開 可能表示 現在是認我的 這真的是個 不知道是好消息 還是壞消息 因為我還是希望 牠可以回去 學會牠的狩獵 野生的技能 之後 牠在外面可以好好的 可以自由 可以活著 那我也不知道 牠會怎麼會 嘿 你看我不要那個眼神嗎 大家可以看到牠的眼神 非常信任我 我覺得 很信任一個人類的 鳥類 其實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媽媽有沒有來找你 我盡量這樣把牠放在門口 那那間青鳥有跟啦 有跟來 所以牠應該是知道說 住在這個位置 然後牠的青鳥是有認得我 中間我把牠放回 稍微低一點的樹枝上 青鳥有餵幾個 應該是不知道哪裡的蟲子 壞消息是 牠還是會掉下來 還是不會飛 所以晚上如果有貓的話 牠的存活率仍然 仍然是不夠高的 所以我現在是怎麼樣認我呢 這樣 你看喔 看到 真的是認人 我現在是把木瓜泥跟荷美劍 哈囉 這邊 木瓜泥跟荷美劍 我發現我鼻子過去 牠嘴巴也張開 手指過去 嘴巴也張開 真的是還蠻認我的 蛤 來 掉下來了 要專心一點吃飯 還要不要 吃飽了 他其實也蠻聰明的 一部分聰明一部分笨 因為他知道人類可能比較會照顧他 比較認我 他爸媽都還認得他 結果他是認我 呵呵 好消息是 他父母親還認得 這裡有隻蝴蝶 戴著啦 站帶 戴到 戴到他會 現在比較聰明的方式就是先站戴著 那 戴到他會飛為止吧 比較會飛 反正父母親還會來 的話就表示 還OK 存活率 應該還算高 還好你跟到我 很聰明 他父母親比較認得的話 我就比較安心 好 你放到陳小姐家 齁 可以齁 謝謝 我這樣我就記錄下來 我就記得 對 然後 這個荷美劍他是這樣 他是 每兩個小時 喔有一個很重要 他叫什麼鳥 有一個很重要 他這個叫紅嘴黑杯 紅嘴黑杯 因為這個台灣天氣熱 啊這個東西他很容易 就是 臭掉 所以每兩個小時再勾一次 三個小時再把它 弄得很恐怖的 但喬尼先出來等下吃這樣子 對 就好了 然後不用 他幫他在那裡 咿咿 咿咿 恭喜你耶 他以為他會飛了會飛了 在那裡 在那裡 在哪啊 上面啊 在哪在哪 黑色的 在他媽旁邊耶 好棒喔 你飛上去了 終於飛上去了 Juju恭喜 恭喜你 有有有有 他有在媽媽旁邊 啊好好他媽保護他就好了 好了好了太棒了 三天 他脫離險境了 他兩天 他弄得他也兩天吧 哈 小孩子不會會啊 有了現在會了 在我們家學了兩天 哈哈 就把他帶回家